这个护士正给患者打针 可患者的皮肤就像石头一样 怎么都戳不动 甚至还把针头戳成了两半 对面的小伙剑刺 还以为是护士技术不好 殊不知一到半夜 这位脑死亡的患者 就会站到他的身上一动不动 就在一天前 小帅的双腿骨折 被送到了病房休养 看着对面的脑死亡患者 小帅提出要住单人间 怎料护士却说 十分钟后他马上就死了 现在只等着见家人最后一面 小帅听后也只能作罢 果然十分钟后 老人的家人就一个接一个的走了进来 看着躺在床上的老人 他们要求医生再留老爷子一个晚上 因为还有其他女 还没有赶到 紧接着一群人就拿出食物 放到老爷子床头 诡异的是 当小帅起身一看 竟然发现他们一群人 正围着老人诵经念佛 好像在做什么神秘仪式 眼睛难发现小帅偷看后 直接走过来瞪他一眼 就拉上了窗帘 一直到了深夜 小帅突然被惊醒 起身后发现电视机竟然没有关闭 随后他立马起身关上电视 本以为能继续睡觉 可他突然听到 对面传来诡异的动静 可他记得老人明明已经脑死亡了 等他慢慢打开 窗帘一看 不料一只黑爪子竟然冲了过来 小伙和脑死亡患者同住一间病房 结果深夜老人就会站在他身上 一动不动 好在小伙晚上被电视机惊醒 可当他慢慢打开窗帘后 这一幕把小帅下的不轻 手里的棍子都快下掉了 他还以为是自己咬花了 还想试图再次打开窗帘 没想到身后的床扶手竟然自己落下 好在当他打开窗帘后 老人依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看到这里让他不再害怕 但他总感觉身后有人在死死地瞪着他 好在扭头一看 整个病房里除了他和老人都没任何人 不料下一秒 一个神秘的东西就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 随着小帅不停地挣扎 关键时刻 他幸运地拉响了呼叫铃 护士听到后赶紧走了过来 可护士只看到小帅在自己掐自己的脖子 没一会小帅就安静下来 他说自己看到脑死亡的老人站起来了 此时的护士还以为他做噩梦了 拉上对面的窗帘就走 因为一个脑死亡的人怎么可能会醒过来 临走时小帅提出换个病房 结果护士安慰他 明天他就能出院 其他病房已经满了 无奈小帅只能再坚持几个小时 期间他不停地送经念佛 希望脏东西不要找上他 可下一秒老人就出现在他面前 小帅被吓的一个侧帆就掉下了病床 每到半夜 脑死亡老人就会站到小伙身上 他只能在睡前送经念佛 赶走那些脏东西 可他不知道对面的窗帘正在一点点打开 下一秒脑死亡的老人就神奇出现在他面前 被吓残的小帅立马呼叫护士 但他一个不小心就掉下了病床 双腿骨折让他根本无法行走 好在等他再次一看 发现老人依然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这时护士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他叫来一群护士把小帅抬到了病床上 眼看着小帅的情绪激动变得不受控制 护士只能给小帅打了一针镇定剂让他安静下来 结果在睡梦中的小帅总感觉自己浑身疲惫 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他身上 殊不知这一切并不是幻觉 因为老人已经站在他身上死死地盯着他 等到小帅反应过来后 老人就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想要带走他 好在这一切都只是梦 次日一觉醒来 隔壁床的老人已经拔掉了呼吸机 被医生送去火化 可诡异的是 醒来的小伙却性情大变 好像换了一个人 而护士看到他的变化后 就直接跪倒在地 原来小伙已经被老人夺赦 这里的护士都是安排在医院里的眼线 为的就是帮老大换一个年轻的躯体 最终小伙一群人围绕着离开了医院 而他再不是那个曾经的少年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出门在外 千万不要一个人住院 在自己身体不备的时候 一定要有信任的人陪伴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人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感谢观看